阿弥陀佛 大家好 我是威德佛學院的學員 廉伯法師 今天呢 我要在 素素擂台這裡 講一篇世春的文章 著名叫做 夢幻的水響 它裡面有一篇文章叫做 摩哈雙蓮池 淨土 到底在哪裡 這篇文章大概有很多的 我們的同盟都非常感興趣 到底摩哈雙蓮池在哪裡 或說有一天風和日曆 前面是閃密密西 旁邊呢 是一大片樹 就在這當中有一條小徑 我們吃完晚飯 有弟子跟在我旁邊 就在閒聊當中 有一位弟子問我 師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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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那個摩哈雙蓮池到底在哪裡呢 摩達 在不可知裡 不可知裡 不可知裡到底是什麼地方呢 不懂 不要緊 不是因為 因為呢 這個不可知 不是憑著凡夫的智慧 就可以領悟到一個靈異 可是呢 有人說 世間摩尼佛 並沒有提到摩哈雙蓮池淨土 所以外面有很多很多的佛教人士 甚至非佛教的人士 他們都認為 根本沒有這個地方 是師孫 您不說八道嗎 哈哈哈哈 我現在我問你 世間摩尼佛有沒有提到台灣 嗯 沒有 但是 到底有沒有台灣這個地方呢 有啊 我說 我再告訴你 那就對啦 佛陀提到的 他自然是存在 但是佛陀他沒有提到的 這個地方 就表示這個地方不存在 可是 我呢 在這裡 再舉一個例子 在很多很多的經典 尤其是我們經常念的這一本 這一部 阿彌陀佛經 它裡面有提到 佛告長老設立佛 從事西方過十萬億佛土 有世界名曰極樂 這個就是說呢 我們從這裡到西方極樂世界的淨土 要經過十萬億的佛國淨土 那麼我問你 這個十萬億佛國淨土 佛陀他有說出他的名稱嗎 沒有 我說 當此十萬億佛國淨土 世間摩尼佛就沒有說 所以沒有說的 就不表示這個淨土 不存在啊 你們說是不是 哦 我明白了 我現在在告訴你 佛陀底下的這些大菩薩 他們都有他們的淨土 像米勒菩薩 他有豆帥淨土 管世音菩薩有普陀淨土 普賢菩薩他有銀色淨土 不只十萬 甚至是一地利 做到不可知不可數的境界 是有那麼多的 甚至呢 真佛祕法他是可思議的 蓮花童子也是不可思議 摩哈雙年始也是不可思議 人啊 能夠想的就是在我們人啊 還有這些規律裡面 我在實情告訴你們 我呢 我已經拋棄了所有的影像 我不指著這事情的一切事物 我無所得也無所住 更無所謂 淨土呢 他非淨土 才真名淨土 淨土不在規律之內 也不在規律之外 到底在哪裡 這樣子 你們知道在哪裡嗎 今天我會講這一篇文章 師父裡面提到 摩哈雙年始是在不可知的境界裡面 在這三個字 不可知 為什麼是不可知 我想這是我們身為行者 應該好好去思考的一個很好的目的 因為我們一心想要我身為他雙年始 這是我們最終的目的 謝謝大家 美麗